泰山又名戴山、戴宗、戴岳、冬岳、太岳 泰山是中国著名的五岳之一 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世界地质公园 中国国家五位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 泰山是中国游览历史最悠久的名山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是有记载最早的游人 泰山被古人视为直通地座的天堂 成为百姓崇拜 帝王告继的神山 有泰山庵、四海接庵的说法 东越泰山主峰海拔1545米 山是磅礴 有靶地通天之势 晴天捧日之姿 它既有秀丽的路区 静密的幽区 开阔的矿区 又有虚幻的庙区 深邃的傲区 还有旭日东升 云海玉盘 晚霞西照 黄河金带等十大自然器官 及十五松涛 对松绝旗 桃园经社 灵岩 圣经等十大自然景观 宛若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卷 还有着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渲染 以及人文景观的烘托 被誉为露天的历史艺术博物馆 新来的看官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 点赞 并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泰山特色景观 泰山日出 站在带鼎举目远眺东方 缥缈的雾目 由灰暗变成淡黄 又由淡黄变成橘红 整个天空赤子交辉 瞬息万变 云朵形态各异 满天的彩霞与地平线上的茫茫云海融为一体 犹如巨幅油画 从天而降 又恰似佛像头上五彩的光环 日出是泰山的重要标志 历来为游人所向往 也是古代许多文人莫刻的笔下之物 云海御盘 夏季每当雨后出勤 大量水汽蒸腾 生成的云雾被控制在大致相同的高度时 游人若步行攀登泰山 过中天门 步入斩云界云步桥 如同进入仙境 有藤云驾雾之感 当到达于黄顶 俯瞰下界云海 四周向奔腾的海洋 堤山已被云海淹没 山峰露出云顶 四海中仙岛 时隐时现 游者飘飘欲仙 晚霞西照 在暮色将至时站在泰山脊顶向西方望去 便能领略到苍山如海 残阳如色的壮丽景观 一道道金光穿云破雾 直谢人间 在夕阳的映照下 泰山的众多云风之上 镶嵌着一层金灿灿的亮边 闪烁着光辉 如果云海在此时出现 满天霞光与之伴随 那景色就更令人陶醉了 山川之间似乎一切都在燃烧着 黄河金带 每当夕阳西下时举目远眺 泰山的西北边便会出现一条金色的飘带 闪闪发光 其形态波光凛凛 荧光闪烁 黄白相见 从西南至东北 一直伸向天地交界处 清代诗人原为在 登泰山诗中对这条黄河金带的描写生动而传神 一条黄水四一带穿破世间通银河 武松挂之 武松挂之是泰山东半年的壮丽景观 武松似双飞双 满山遍地 千姿百态 把岩石变成了蒲玉 把枯枝变成了珊瑚 让灌木长满了花朵 一旦阳光映照 整个泰山便会晶莹闪烁 万分纯净而美丽 武松挂之又被人送誉为玉树穷之梨花出访 是泰山独具特色的观赏家境 泰山石刻 泰山石刻寒阔了中国的书法史 展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变神意 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 其种类繁多 有三十余种 其中大部为自然石刻 少量为碑节 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史料价值 众多伟人名人的石刻 如今遍布在泰山各个地方 如毛泽东诗词石刻 郭墨若石刻 徐相前石刻等 以及历史最早 诞生于秦朝时期的秦泰山刻石等 泰山共有八大景区 主要在五大核心景区游玩 鸿门景区 中天山景区 南天门景区 桃花玉景区 后石屋景区 鸿门景区 鸿门是泰山三天门中的第一道大门 是泰山最古老的一大景区 在古代它是历朝皇帝的登山玉岛 沿途自然景观雄奇秀美 古迹众多 景点多为泰山的精华 如带宗方 以天门 孔子登临处 鸿门宫 万仙楼 三观庙 斗母宫 援军庙等 古代帝王将向上泰山 多是从鸿门景区的中路开始盘登的 因此中路有登天景区之称 又因为这条道路景色深幽 所以也被称为泰山的幽区 中天门景区 中天门景区是登顶半城 上下山的必经之地 中天门始建于清朝 为两柱丹门式石方 东有中西山突兀俏丽 可观日出 望晚霞 西游凤凰岭湾亭伸展 可远跳起雄姿 府市城阔全貌 中天门景区内的中天门断裂 黑龙潭瀑布 大众桥岩体等地质特色与三阳观 五闲词 中天门 云布桥等人文景观 和谐统一 构成了地质遗迹 内涵深刻 历史文化积淀 厚重的景区 南天门景区 南天门景区 又名三天门 标志性建筑南天门始建于原至元月年 1264年 明清多次重修 红墙点缀 黄色琉璃瓦盖顶 游下仰视 犹如天上宫阙 是灯台山顶的门户 整个南天门景区 拥有众多九富盛名的地质遗迹 如仙人桥 构造节礼 吉顶石 拱北石等 还可游览天街等古迹景点 天街是泰山所到的终点处 可在天街游览各个道教建筑 才神庙 也可歇缴购买纪念品 品尝山上美食 桃花玉景区 走过南天门景区 便是桃花玉景区 桃花玉是一条近北西下的山谷 因地质断裂而形成 奇风磊裂 千坛蝶铺 竹林葱翠 与泰山之雄相应城去 在桃花玉景区 可观赏到翠亭山 笔架山 黄石崖和一线天 还有龙湾 钓鱼台 一线泉和彩石溪等 现已开设观光所到 从景区可直达待顶 另外还建有游客中心 集餐饮 医疗救护 游客接待 信息展示 旅游咨询等功能于一体 后石雾景区 后石雾景区自古就被称作 戴音第一栋天 景区内以石河 石海 天竹风 以及苍松古百为特色 地质遗迹和自然景观 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这里怪事临寻 风险古深 旷园清幽 微风吹来 松桃阵阵 飘飘欲仙 岩独足盘盘登 行得欲远 路边欲险 山欲骑 景欲胜 迷石镇 湿海石河 大志沟瀑布 明堂遗址 欲泉寺 和上庄任性剪切带路头等景点 都值得观赏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乐乐世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 点赞并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